世界航海时代已经经历了很多个世纪,很多人坐船飘扬过海,在现实自己的利益。 中国我们都知道,早在唐代就已经开辟了海上的丝绸之路,通过海路来实现东西方的多重文化交流。海洋是变化莫测的,在过去的数百上千年时间里,许多船只被大海吞噬,这其中的很多船只上都是满载货物,有的甚至价值不菲。 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一艘船是二战时期日本的一艘船,可以用价值连城来形容无数金银珠宝,珍贵材料和文物,其中还有一个无价之宝,这艘船就是日本的阿波丸号。 在二战达到后期的时候,日本战场的优势逐渐变成劣势,甚至这样下去,迟早会输败下阵来,所以早早地将在战场上掠夺的财富,通过阿波丸输送回国。 据说阿波丸上满载宝物,总价值超过50亿,其中包括50多吨的黄金白银,十多万颗钻石,数千吨的橡胶,大米,数不清的历史文物。 最重要的是上面有一件无价之宝,北京人头盖骨,日本以运送商员为幌子,将这批宝物输送回日本。 谁知在途径中国东海时,被美国军舰击沉,至此,阿波丸上的2000名官兵,和数十亿的财宝臣级东海,一直到1972年尼克松访华,同时也给中国带来了阿波丸沉船的具体坐标,希望中美能携手打捞沉船。 经过了数年的打捞,沉船终于被打捞上来,但是打捞上来的结果却是让人大,失所望。 仅仅打捞上来一些无关紧要的矿物,金银珠宝和最珍贵的北京人头盖骨,却不翼而非。 北京人头盖骨,这可是能改变中国历史的一个东西。 可以说中国这次打捞,全部是看在北京人头盖骨的面子。 关于没能打捞起北京人头盖骨,有人说是被日本人偷粮换住,偷偷运回日本了。 但不管如何,现在仍然是一个你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